Samsung 最新推出的銀行系 AI 手機 Galaxy S24 系列 究竟有什麼新玩法? 各大手機品牌過去展示的 AI 功能 主要集中在拍照和圖片編輯方面 利用演算法改善效果 而今次三款新機包括 S24、 S24 Plus 和 S24 Ultra 就是融合了雲端 AI 和裝置 AI 全部都採用自家的 Galaxy AI 系統 提供一系列 Samsung 版的 ChatGPT 功能 例如即時通話翻譯、寫作助手 雙訊在約常生活、創作、會議等等的場景都用得著 今次記者都有機會搶先試玩 和大家一起直擊這款 AI 手機 如何將整個操作體驗提升到全新的層次 而是都整理了五大新功能 方便各位讀者了解 那麼在使用 Galaxy AI 之前 都要講下有什麼啟動條件 要用到這個 Samsung 版 ChatGPT 首先需要登入 Samsung 的帳號和連接網絡 然後認住這個閃亮星星圖示 只要一按就可以啟動不同的 AI 功能 例如在通話的時候 只要按入帶有閃亮星星圖示的通話助手 就可以立即使用到 Live Translate AI 功能 就算對方沒有用這款手機 都一樣聽到即時翻譯的對話 那麼我們今次的實差就進行了 英文和韓文的對話 I have a booking tonight for a double room and we are now at the Busan train station could you please arrange a pick-up service for us 那用家都可以選擇 mute 了自己的聲音 讓對方只聽到由 AI 翻譯的語音 以免混亂 如果不 mute 的話 就會好像實測片一樣 對方會先聽到你說的英文 然後再由 AI 翻譯和讀出韓文 雖然 AI 助手現在都支援中文對話 但是僅限於普通話 至於廣東話對話 官方透露最快都要等新機上市之後 預計在今年內提供支援 第二大新功能就是轉錄和筆記助手 今次實測用英文對談和錄音 AI 不僅幫忙分辨到不同的發言者 還可以將會議錄音轉換成文本 組結重點和翻譯錄音 現在 Samsung Keyboard 支援即時翻譯13種常用語言 包括普通話、英文、日文、韓文和西班牙文等等 去到第三大新功能 智能語調、拼寫和語法建議 無論在創作內容或者在通訊APP裡回覆信息 Galaxy AI 都可以根據用家所讚寫的文字內容或者短句 另外提供寫作風格建議 例如是一些正式的內容 又或者是比較適合放在社交媒體的內容等等 還可以分析拼寫和語法 提供修改建議 另外今次新機還有全新的搜尋功能 Circle to Search with Google 如果想即時知道眼前的環境或者物件資訊 好像實測片一樣 只要打開鏡頭和長按Home Key 再圈一圈屏幕上的目標就可以立即搜尋 最後要講解和示範的新功能就是相片助手 最入門的功能就是把相片向上拉 看看有什麼調整建議 除了自動調整光暗、對比度 如果detect 到反光還可以幫手移除 去到進階一點的 Generative Edit 就類似簡變版的 Photoshop 如果想移動相片裡的人或者物件 只需要按住對象幾秒然後移動 AI 就會自動生成相片內容 將背景填滿 而且透過 AI 可以生成現有相片未納入取景框的延伸背景 生成和背景銜接的內容 還有需要一提的就是 如果用戶擔心私隱問題 不想在線上處理數據 也可以進入設定 進階智能、關閉預設選項 改為緊在裝置上處理數據 不過都要注意 這樣會同時限制了一些進階AI功能 至於今次 S24 系列新機在外觀上 雖然對比上一代的變化不大 不過定位最高階的 Ultra 機款 今次一元外界傳聞 成為首部Galaxy 手機採用鈦金屬邊框設計 在配色方面提供黃色、灰色、黑色和紫色 總共四種顏色 不知道今次有 AI 加持 又吸不吸引到各位用家呢? 如果想了解有演唱會神機之稱的 Galaxy S24 Ultra 在拍攝能力上有什麼升級 以及 S24 全系列的香港售價和上市日期 就要密切留意我們後續的報導 到啦